沒關係,我只有出身就行了 不好意思,麥克風在全部低一點 麻煩,謝謝你們喔 還是我就換一雙十公分的鞋再來 好,可以可以可以,這樣可以嗎? 好,OK,OK OK喔,二、一 謝謝你們接下來財政活動會不會回去 不小心又買了好幾雙 其實我有這樣想過 但是我想說你們會拍 然後拍了之後又登出來,我會被發現 所以我自己偷偷再來買就好了 但是可以先 先選一下,先下訂 所以你自己挑鞋子有什麼特點? 呃...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為工作挑 然後所以一般我的鞋跟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超過十公分以上 因為女生確實在 很多的場合穿高跟鞋 會讓你的體態啊 然後讓你整個氣勢變得很不一樣 但大家知道我平時呢 我就穿得比較休閒 都是基本上都是平底鞋 然後T恤、牛仔褲這樣子 可是呢,我也會穿Roger Vivier的鞋子 是因為他們的低跟鞋 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會讓你覺得 依然是覺得很有氣勢在那邊 剛剛有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穿搭的那個 就是... 風格 風格 對 那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出一本類似的書嗎 因為平常看你出來就是非常的亮明動 出這本類...我覺得我可能還不到這個資格耶 因為比我懂流行 然後比我會在網路上面 就是展示自己的穿搭風格的藝人 或者是紅人都很多 所以暫時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還是多多參考別人的就好了 所以你有去過紀南嗎 紀南 所以你有去過紀南嗎 有啊有啊有啊 當然有當然有 我們第一... 又不是接那個 好,你要叫我那個... 那個黃阿瑪那個喔 那剛剛有說就是被拍啊 所以現在會比較特別擔心 就是被拍出來的照片嗎 我想每一個人都很擔心吧 就是不管怎麼樣 怎麼樣還是希望就是出來的照片都是好看的 可是你瘦得這麼漂亮 可是你瘦得這麼漂亮 你看他都想問你減肥餐怎麼做 怎麼吃的 你應該可以吃多一點份 就是水... 水煮...水煮...水煮... 沒有...真的就是... 我想每一個女生啊 不管是不是藝人 或者是普通的一般的女生 應該很多時候時時刻刻都是把減肥掛在嘴邊的 然後就是... 身體力行就是少吃多動啊 可能還是會遇到想吃的吧 因為好吃東西它都不健康 就大吃 不用忌口 就是... 我覺得你不可以把自己繃得太緊 因為如果你把自己繃得太緊的時候 你突然間... 一下子你可能一個什麼壓力來 你就開始暴飲暴食 然後那個腹胖可能就是一去不回頭 所以我覺得我... 基本上我一個禮拜會給我自己一到兩天 是屬於那種放縱的時刻 去吃麻辣鍋啊 或者是大吃零食啊 鹹酥雞之類的 嗯... 那請問一下有關... 就是有關心藝人好朋友 跟這件事情 呃... 我有從那個... 當然知道很多的消息 那是因為... 確實在這個時間也不太適宜 就是... 太過於關心 對 所以有跟他聯絡嗎 沒有耶 就是我說這個時間我想... 可能還是需要讓他自己有一些空間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打擾 嗯... 但最近有什麼新的朋友提到嗎 因為你適合了他們的政策 原來下課的政策 對... 我其實蠻多劇本跟項目都在看 然後... 都還在選... 確實是有一些啦 但目前好像還不到公布的時候 所以是必要自己這樣做的人嗎 呃... 都有 都有 就是不管是演戲 或者是自己做戲的計畫都有 所以你在台灣還是在... 還是都有 都有 都有 對 那有影響到自己的工作嗎 因為現在內地稅有差比較重的話 嗯... 一直都依照相關的法令在繳稅的 對... 對... 在昨天補習間有個拍子爸爸的事情 然後... 有驚喜嗎 沒有耶... 他在拍戲 喔... 對... 他沒有... 對...他沒有在台灣 然後我昨天也... 蠻忙的 所以我連... 我連跟我爸爸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嗯... 還是要補七夕一起過 什麼時候七夕啊 八月十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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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回來 因為他現在在... 在上海拍戲 還是其實是要暗示他送的東西 不用啦 大家... 呵呵呵... 那麼熟了 我可以自己選好之後 再跟他說就好 哈哈哈 劉玉璋 最近終於要上檔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呃... 跟你們一樣都是看到新聞的階段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會在... 這個月如期上檔 但是... 如果真的上檔 我很開心 因為我還蠻想看的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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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